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 神的恩典里面 我要奉祖的名祝福你 在你的人生当中 这一次你所领受的信息 主一定在对你的心说话 就像几千年前 神在对雅各说话一样 这几天我们分享到说 旧约的这个人物雅各 在《创世纪》第28章那里面讲到说 他的人生已经走到了 好像走不下去了 充满着惧怕 充满着懊悔 我怎么把我的人生搞成这样 可是事情事已至此 怎么办嘛 说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往前看一片黑暗 找不到人生的出路 在那个黑夜里面 他躺在一个没有人的旷野当中 只有一块石头枕在头下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没有路了 神来找他 在主里面有路 神为他开一条道路 谢谢主 我觉得好感恩哦 雅各其实是一点都不好的一个人 就像你跟我一样 我们也有很多的毛病 你有你的毛病 我有我的毛病 雅各有雅各的毛病 而这些毛病常常把我们的人生搞得一团糟 承认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可是 从来都不是神说 雅各你这么糟糕 你去改好 你去改好 我就给你出路 不是耶 雅各靠自己根本改不好 我靠我自己 我改不好 你靠你自己 你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但是神来找我们 祂带着我们去面对我们人生前面的道路 你会看到这一集的恩典365 我还是要说 神爱你 主知道你正面对些什么 主知道你靠你自己 你走不出来的 但是祂伸手给你 祂带你走一条有出路的人生 神对雅各怎么说 祂说第一 我是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 我是你爸爸以撒的神 神好像在告诉雅各说 当年我答应你祖父的 我答应你爸爸 通通算数 通通算数 然后接下来呢 祂不只是你祖父的神 你爸爸的神 如果光光只是这样 雅各可能觉得 那到我这里就完了 到我这里就走不下去了 但是谢谢主 他接下去这样说 他说 我不但是你祖父的神 你爸爸的神 他说我要将 你现在所躺卧的这块地方 我要赏赐给你 而且要给你的后裔 你知道要给你 还有给你的后裔 后裔就是你的子孙 你知道这一句话 对雅各来讲 是多么大的一个振奋 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不是死路一条 如果死路一条 我就没有了 我就没有了 我那时候没有结婚 没有孩子 我哪里来的后裔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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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死的 会有出路的 我会走得下去的 哇 谢谢主 我也求主对你说 你不是死路一条 会有出路的 在主里面会有出路的 你会看到这一集的 恩典365 就是主对你说 当年我怎么样告诉雅各 他的人生 不是已经走投无路了 不是死路一条了 今天你的人生 也不是死路一条 不是走投无路 回到神的面前 是有盼望的 我祝福你 回到神的面前 不要再走自己的路 你的人生 不是死路一条 不要放弃 不是死路一条 啊 不在乏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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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